大家好 我是毛老师 今天继续算数几颗平均不等式的证明 那么上节课我们证明了n等于2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证明n等于其他所有自然数的情况 通常对于n等于自然数证明方法都是用数学归纳法 数学归纳法常见的就是n等于k成立的话 n等于k加1的时候我们要证明它成立 那么就不断地地推上去 一直从2一直推到无穷 但这道题有点特殊 它在n等于k的时候成立的时候 做n等于k加1并不容易 非常难 但是做n等于2k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证明出来 那么今天先把这个做一下 假设n等于k的时候它成立 那么我们现在要证明n等于2k的时候成立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把它拆成两组 a1到a2k加起来除12k 然后把它分成两组 a1到k分成一组除12k a1k加1一直到a2k除12k 我们再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提到前面去 这里我就写好了 二分之一提出来 这里我们就可以利用n等于k的时候的不等次 每一项这项大于等于a到k 一直开k次方 后面这一部分也可以利用这个不等次 大于等于ak加1 一直到a2k开k次方 好 那么在这里一步以后 可以再次利用两项的时候的不等次 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大a1 这个当作一个大a2 那么a1加a2再除以2 那大于根号下a1al 这里就大于等于根号下 第一个开k次方 第二个开k次方 两个再乘在一起 这个又等于什么呢 就是a1一直到a2k开2k次方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当n等于2k的时候的证明结果 从这里一直到大于等于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继续